由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聯合來自英國及美國科學家共同設計的神秘海洋展覽 由即日起至9月26日在澳門科學館中庭及2號展廳聖大舉行 展覽氛圍旗幻漂流者、神秘生物、預見巨型生物 潛入深海、富耀的海洋及鏡海金色等共9個區域 期望可以等公眾透過互動及多媒體戰品認識最新的海洋科研手段及發現 體驗與科學家一起運用先進的機械及衛星技術探索海洋的深憂秘境 展覽的開幕儀式於26日下午3點在科學館展覽中心中庭舉行 著例嘉賓包括澳門科學館李佩林副董事長 東方國際集團上海市對外貿易有限公司王海濤黨委書記及副總經理 澳門科學館邵漢斌館長等人 詩詩神秘海洋展覽場內特設180度橫木頭影區 以一比一元大呈現藍瓶及巨型魷魚等珍稀海洋生物的原貌 更設有多項虛擬互動體驗遊戲 讓小朋友搖身一變成為海洋科學家 透過顯微鏡觀察多種海洋微生物 或者駕駛模擬潛水器在海底山隻姦遊走 體驗深海探索的刺激和樂趣 展覽並設有鏡海金色專區 透過互動遊戲及影片介紹澳門海域及航線的變化 但參觀者返回昔日的小魚村 回顧澳門漁業的發展 而在未來更會展出珍貴的中華白海豚骨格標本 以宣揚海洋生態保育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同時由即日起 天文館將會播放全新的球幕節目 《海洋藍色星球》 有關展覽及節目的詳情 可以留意澳門科學館社交平台的最新公布 《海洋藍色星球》 《海洋藍色星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